大家好,我是小强 7月8日讯,篮球记者贾磊晒出了中国篮鞋暂时驳回曾凡博方关于青年队注册申请的回函 原文如下,篮鞋驳回曾凡博团队申诉回函曝光 之前我曾经报道过,关于曾凡博方面向篮鞋申诉要求篮鞋取消其首钢青年队注册 并认定他是自由球员一事 这件事的真实性当时在网上有很大的质疑声 小曾的经济团队CAA当时也发声明否认,曾向篮鞋提出仲裁 当时外界有不少声音质疑我编造新闻污蔑小曾团队 并表示曾凡博一心追梦,从未有过离开首钢的念头 刚刚我从篮鞋内部拿到了那次申诉时,篮鞋给曾凡博团队的回函 之前报道过的是,我也不再做任何评价,是非曲直大家自己判断 我只陈述几个我了解的事实 一,自从曾凡博宣布要去打发展联盟开始 无论是曾凡博自己的声明,还是小曾经济团队CAA的声明 从头到尾说的都是为了梦想 深思熟虑之后为了梦想主动放弃NCAA 想要选择通过加盟发展联盟球队去追梦 具体可以看小曾和他经济团队的声明 二,曾凡博团队在单 方面宣布要加盟G联赛球队之前并没有和首钢沟通达成一致 首钢是通过网上的新闻才得知曾凡博决定加盟G联赛的 首钢曾官方回应 三,曾凡博团队在首钢并不知情的情况下 直接通过FIBA向蓝鞋发函索要澄清信 国际蓝联在通过中国蓝鞋拿到曾凡博和首钢签订的青年队合同 2024年才到期之后 拒绝了给曾凡博方发放澄清函 四,在通过FIBA索要澄清信失败之后 曾凡博方面向中国蓝鞋提出申诉 要求中国蓝鞋取消北京首钢为曾凡博的注册和青年队合同 并判定曾凡博为自由球员 此后该申诉被中国蓝鞋注册部被驳回 此时曾凡博已经为北京首钢完整的打过一年青年联赛 并刚刚为北京队征战完全运会 在中国蓝鞋应有19报名注册截止日之前 曾凡博拒绝在首钢球员注册表上签字 并向首钢提出条件 在球员注册表上签字和放他出国打球两个条款必须同时进行签字 首钢方面则表示 曾凡博在合同期内配合球队完成注册是应该履行的义务 六,在注册截止日已过之后 曾凡博仍未在球员注册表上签字 将面临无球可打敌局面 随后有媒体突然报道 是由于北京首钢给曾凡博发工资 才堵死了曾凡博去NCAA的打球之路 将矛头直指首钢 但这样的说法却从逻辑上和小曾及其团队最初的说法是完全矛盾的 喜欢就点赞订阅支持我吧 谢谢